哈嘍哈嘍晚上好 哈嘍思源晚上好 晚安晚安 哈嘍晚上好 晚上好 哈嘍小翔 朱星當夢白 南斗水鳥 哈嘍洛克卡丘 晚上好呀 晚安 晚上好 晚安晚安 晚安 早 真的假的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哈嘍 陳瑜洛宴烏 烏魚露2 哈嘍 Killer 一眼看到誰在 真的假的 原來如此 晚上好呀 哈嘍哈嘍晚上好 哈嘍 哈嘍北極星 嗨 塔瓦哥 孟涵 晚上好 哈嘍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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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上好 哈囉 浮躁浮躁躁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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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晚上好呀 哈囉 謝謝喬拉蓋送了一封信 哈囉 Family過客 哈囉 厲害的 哈囉 謝謝喬拉蓋你的分享 哈囉 張茲娜君子 晚上好 謝後一送的紅玫瑰 晚上好 晚上好 哈囉蘇芸 哈囉哈囉哈囉 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沒錯 我今天準備了 準備了 我今天的 你看 有韓國雞蛋糕 但我已經吃完了 它很酷 它就是 其實就是一塊 一大塊 然後裡面是整顆雞蛋 蠻酷的 而且它很香 但我已經 就裡面會是長這樣 然後裡面是一顆蛋 然後我把蛋的部分吃掉了 留那個蛋白 就是雞蛋糕的部分 長這樣 很好吃耶 我覺得其實 現在都有吃晚上 有耶 那就是晚上 沒有啦 會晚上是關東煮 這算是甜點啦 我還有韓國 糖餅 給你們看 糖餅 很喜歡吃關東煮 就是 沒什麼 比較 沒有什麼熱量 給你們看 韓國湯餅 我剛剛已經先吃了一口 我再吃一口 它裡面是包 就是黑糖 這樣子 然後它很難得的是 我覺得沒有很優 因為通常夜市賣的都會很優 但是它沒有很優 這個在 新光山月樓上的 湯鍋展 買了 我覺得算是很好吃的糖餅 跟之前吃到一些很可怕的糖餅 比起來 它真的 差好吃的 好啦 跟你們介紹我的關東煮 外皮是剪 你說剛剛的雞蛋糕嗎 它就是像雞蛋糕 然後裡面是 那個 整顆蛋 完整的蛋 這樣 給你們看我的關東煮 我叫了 蒟蒻 然後 魚卵福袋 魚卵福袋 然後 杏鮑菇 然後 白蘿蔔 還有 花椰菜 跟 你們可能 我之前有講過 很好吃的 鮑魚豆腐 對 我就是叫了這些東西 沒錯 我要先吃 白蘿蔔 我要先吃白蘿蔔 好多 不用沾醬嗎 不用欸 我覺得沾醬不好吃欸 它是藏的 現在就是 晚餐時間 大家請拿吃 你的晚餐 跟我一起吃 耶 這是鮑魚豆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可是很好吃 這樣感覺 就是很清淡 喜歡的鮮菜 是 喜歡的喔 喜歡的鮮吃 就是 它很軟 嫩 軟 嫩 真的 你們有經過 這個百貨公司樓下賣的觀眾組 應該都有鮮魚豆腐 如果你們有 有 經過的話 可以慢慢看 很酷的口感 它真的很酷 給你們看 它的前面 它的前面其實就是長差不多 然後是很 很綿密 的感覺 是真的很綿密的感覺 喔 別人的真煮麵 沒錯 所以我喜歡的一定會先吃 喜歡的但要先吃 如果留到後面吃 就真的沒有胃口了 怎麼辦 這樣太危險了 不行 一定要先吃的 鮮魚豆腐 鮮魚豆腐 我不寫了 我飽了 我還有 大半碗 我還有大半碗 沒關係 等下要再吃 太飽了 太飽了 第一口是最好吃 就是 一開始一定要先吃 自己喜歡吃的 把自己喜歡吃的吃掉 之後再說 想再看 玉雲跳Cover 想看什麼的Cover 可是因為我想跳的Cover 很少見 就是很少有我想跳的Cover 現在檸檬上的夢幻星座 最討厭湯所以先喝湯 我不會喝湯欸 吃湯麵最討厭湯 所以我湯都不會碰 但是我不會吃湯麵 因為我討厭湯 又討厭麵 我只會特別 就比如說有時候會 不是會特別想吃某樣東西嗎 我才會吃幾口麵這樣 像我今天中午吃 豬腳麵線 我吃了大概 兩口麵線 對 兩口 然後把豬腳 瘦肉部分 吃掉 但 吃不下 四五塊肉 我盡力了 我盡力了 我把瘦肉部分都吃掉了 但我真的吃不完 所以我大概是能拌碗麵在那裡 有點浪費 我真的 不行了 我覺得我出去吃飯 真的一定要找一個人 是 就是要跟我喝吃的 Hello 吉米粥 Hello 懷疑 Hello 玉安 現在玉安上的紅玫瑰 Cover王子殿下 我不 不要王子殿下 我不希望用cover的 我怎麼有一天會跳到她的 我怎麼有一天會跳到她的 Hello 朱里恩 Hello 朱里恩 那個 那個 Aspad的 麵也不喜歡 我不喜歡吃麵 我不喜歡吃主食類 謝謝朱里恩送的野餐籃 我覺得最近應該太熱了 然後為什麼我都叫不想吃 像我昨天這一整天沒有吃那個 來直播就是 我的第一餐這樣 然後今天就是中午吃了那個 大概半碗麵餡 沒有 麵餡根本沒有到半碗 麵餡大概只吃了大概四分之一 然後是豬肉 我把它吃掉 然後 豬肉吃了半碗 然後 對 然後 就剛剛吃了關東煮 然後雞蛋燒 我把 那個裡面的蛋白 我大概吃蛋白 因為蛋黃我丟旁邊 然後我把蛋白吃掉了 然後糖餅我吃了兩口 然後 然後關東煮還沒吃 我覺得是因為今天太熱了 太悶了 不太舒服 喔不是不太舒服 沒有什麼味道 喜歡公司的紅玫瑰 哈囉有家 我會吃不完 我會吃不完 你是不是太久沒有來看我直播了 我最近一直在做一個澄清 是 我真的 胃口不大 有 大概 三個月會有一次 我胃口全開 那時候是真的可以吃很多 但通常是真的 吃很少 好 現在有公送的紅玫瑰 對以前真的都是MOMO跟肉肉在幫我 現在月白是我的POPCAT 是真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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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實真的很不喜歡吃耶 蟹鎚魚肉葉送的新蟹草 其實我都只吃一口 就像剛剛的關東煮 我說我吃了一個關東煮 結果我是每一樣只吃一片 我點了幾樣啊 蒟蒻 鎚魚豆腐 魚卵 福袋 然後 花椰菜 杏鮑菇 五樣 然後都各吃一片 對 啊還有白蘿蔔六一樣 對 我都各吃一片 我魚卵豆腐也只吃一口 我就留著剩下的那邊 就在裡面 HELLO CANS 土豆 袋袋 在 喜歡吃但吃不多 對 我就是 怎麼樣都 都 就是 什麼都很想吃 但是 都吃不下 所以我必須 要跟很會吃的人去吃飯 這樣 這樣我就可以每樣都吃一口 然後每樣都不用吃完 多快樂啊 西洋公色的夢幻星座 這樣大概三個月一次我會胃口全開 就無底洞那種 無底洞模式 西洋公色的夢幻星座 那天吃燉飯就有吃光光 沒有啊 我那天是 小晴幫我吃掉的 因為我剩一堆飯 因為我就是突然很想吃燉飯 但我吃兩口 我就嗯 滿足了滿足了 然後我就把海鮮料吃完了 就放在那裡 然後小晴就看著我的燉飯 說你不吃了對不對 我說嗯 我不想吃了 然後他說那我幫你吃掉 好啊 你幫我吃掉 是小晴幫我吃完的 我大概飯就吃了兩口 我的燉飯 但燉飯真的好吃 沒有 我就是那天就是 突然很想吃燉飯 但是我有吃到就好了 我有吃到就好了 我的標準就是 我有吃到就好了 哈囉佳宏 謝謝珠紅色的銀白芒 花蟹珠連送訊事業草 哈囉雲婷 哈囉一姐 柔君 可能會降到20度 喔真的假的 喔 哈囉雷苦啊 音效 現在阿米送的愛的小熊 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嗎 也沒有多餐 就是 一天大概 兩餐 一餐正餐 一餐點心 這樣 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 一餐正餐 一餐點心 然後有時候會到 就是可能 有時候會這樣 很會吃 像是誰 很會吃 我剛剛講很會吃嗎 沒有阿 很會吃 MOMO阿 MOMO會吃阿 這不是陷阱體的 這是你知我知大家 眾知的事情 因為小琴 好像很喜歡吃飯 因為小琴 那種小盤菜 美洋菜 對啊 我很喜歡吃 就韓國的 不是最近都有什麼 九宮格小菜 我就 超適合我的 你比較喜歡你的左臉嗎 我的左臉嗎 沒有 我比較喜歡我的右臉 我是右臉人 我是右臉人 不小心 應該會主見被養胖 沒有 會被我養胖應該是 不小 心不會 心跟我一樣都是 通常都吃不完的 通常剩飯都是我們兩個在剩 然後布丁跟小琴都會 很乖的把他們全部都吃掉 然後我跟 靈魚星都會剩一堆 謝朱莉安送了一封信 但我就是變胖 我就是 沒有變胖 我就是很容易胖 我消化非常之好 就是我隨便吃 比如說 我疫情不是胖很多 但我也沒幹嘛 我只是按照正常三餐吃而已 就變胖了 我消化真的太好了 五單六秒宣傳影片跟我剛剛的現動都只有左臉 喔沒有欸 我是右臉人 但剛好都拍 左臉 五單那個 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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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那兩個都是左臉 我不知道 沒關係啦 我其實都可以 可是硬要選的話是右臉 因為右臉看起來 你們看 右臉看起來比較瘦 就是 其實沒差 對不起 我每天的狀況不一樣 有沒有 有差吧 我覺得有差 這邊的下二線比較明顯 然後這邊是下二線比較不明顯 所以我會說我是右臉人 但其實左右兩邊都可 都行 就有人很明確說不行 我一定要左邊 那我 我要右邊的話 喔好 那我就去左邊 我都可以 但硬要選的話就是右邊 好 好的 謝謝維基芬大師 哈囉 羊熊 謝謝劍谷送的楓葉 還認得出來 我認得出來啊 種類多 但是分量少 沒錯 哈囉 揮揮 品嘗到 沒有啦 就是那些小菜很適合我 小波 小波 那是波嗎 料理 就是一小一小 小菜型的都很適合我 蟹波波送的一封信 羨慕消化好的人 真的是 很難夠 我真的消化太好了 小波 要不要只用右臉對方 羨慕你們這些怎麼吃 沒有喔 我會吃得胖喔 他以為你就會左臉 沒有我是右臉 哈囉 夢白 真的圓很多 對啊 對不對 我這邊下到線不明顯 但這邊很明顯 所以我通常都會右臉 沒看到左邊的字 喔 左邊的字 我這邊 這邊是 我的右臉 嘴邊的字 對 哈囉北極星夜白 又久違的看到延遲性留言 對 我都 一直 在 慢慢滑 謝陽公送的 掌聲鼓勵 一個小口即可吃完 靈衣不是勵志當神仙 小喝手吃很少 差不多 我記得他有一次什麼願望喔 是 什麼 希望 什麼可以不吃飯 不喝水 就可以活著 還是什麼的 我想說 什麼奇怪的願望 真的是要當神仙 謝本玩笑的文首禮 對 我很喜歡吃熱 就是那種 大桌菜 什麼熱炒啊 好喝菜啊那些 那些 那些我超喜歡的 因為 可以點很多 然後每樣都夾一口 這樣子 趴睡都睡 我不知道 太久沒有趴睡了 趴睡大概是 嗯 國中的時候吧 喔沒有 高中 高中都上課睡覺 很棒 因為很多彩色 對啊 哈囉 偷毛 貓喊 女貓 對啊 什麼都夾一點來詞 很棒耶 很剛好耶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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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都上課睡覺還敢講 不是嘛 誰沒做過對不對 上課睡覺這種小事 考試考得好 就沒事了 我現在在教壞小孩 不行我胎有很多很多小孩 沒事 要認真上課 對 要好好聽老師的話 嗯 如果苗栗是熱炒 還不是超感 欸 苗栗原本要去吃熱炒 但因為沒開了 所以才去吃 義大利麵 誰都回家睡 因為火影被沒收了 對啊 火影被沒收了 只能睡覺啊 但現在開學睡眠時間的充足 沒有啊 大學不能睡啊 大學很難睡啊 你看義盈姐姐跟我一樣 你看小孩來 沒有 不能睡覺嗎 孟白 不能睡覺 等一下 我的 我的 那個 頭髮大姐 就是 很累的話 小睡一下啦 但還是要認真聽課 好不好 大家要認真聽課喔 各位學生們 不管你是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都要認真聽課喔 好 都要認真聽課 對 我要講什麼 忘記了 沒有 因為大學 大學很難睡 其實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大學 跟你們說 我真的覺得我們 細管的位子 特別調顧 那個 睡覺的話 超不符合人體工學 就是很難睡 然後我就超討厭 就是 去那個教室 就真的不能睡覺 因為就很難睡 你睡完 你會覺得全身痠痛 睡覺 睡覺沒辦法 我大學 沒辦法睡覺 真的回家或者 在宿舍睡 對阿 對 你那種上課 所以我上大學 都沒有睡覺阿 線上當然可以睡覺阿 可是 去 那個 實體課 就 有點困難 高中數學好 高中數學 不要那麼 我高中 數學 不太好 桌子 在肚子 的那種 超筆記耶 對 就是很莫名其妙 桌子超下面 那種 然後你就會 很難 很難用 真的是很難 很難 要 對 要幹嘛都很 很難 要寫筆記也很難寫 然後要睡覺也很難 睡 這樣 哈囉 歡迎戰士 現在志豪上的告白氣球 欸 頭髮 給你們看我的 打結的 頭髮 我頭髮怎麼會打結成這樣 一雲的高中數學老師都看得到 對啊 他都看天工的 他都覺得世界要毀滅了 因為交到我們班 看她的 如果是 吵架 還要很烈 啊 反正 封 但睡不了很多 有些人都會 比如說一天可以睡到十幾個小時 但我一天只能睡七八個小時 就是七八個小時 就是你沒有吵我 沒有人吵我 我自然醒就是七八個小時 我覺得太快了 怎麼玩的可以玩的 沒有他本來就打劫了 但是我輸不開 我真的輸不開 為什麼會這樣啊 奇怪 斷轉沒有 他就是突然輸不開 我突然抓到一個 就是 打劫的地方 然後嘗試著要把它用開 但用不開 好像 噢有我把它弄斷了 好了 我直接把我大街頭把它弄斷 對啊 沒有我要買的啊 有一盒奶油 你拿過去買的 我不知道你打開來看看 對我買了 你打開看怎麼知道 它是貼膠帶的欸 下面有寫啊 對啊 對啊 感覺玉琳姐姐是學霸 沒有 沒那麼學霸 沒那麼學霸 因為不愛讀書 但是沒有到很差 但是沒有到很差 睡多一點 對啊睡多一點 而且睡多一點就不用吃飯了 現在有點像風液耶 髮子最近 可能今天被風吹吧 今天走在路上 然後被風吹一吹 然後就整個大大街這樣 現在終於要送告白氣球喔 然後 郭忠以前是 至少 還行還行 還行 還行啦 成績還行 今天是施愛大會 不要 先不要好不好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來按送的一封信 先來容金送的行李箱 對啊 我沒辦法耶 我 就醒了 就沒辦法繼續睡了 不用怎麼讀就是姿佑班 沒有我的姿佑班都是 不小心考進去的 好不好 我高中姿佑班是被媽媽逼的 就是 那時候報到的時候 然後旁邊在排姿佑班的報名 然後就被帶去排了 對吧 沒有他上面會寫考多少成績成績 那你覺得都剛好有 我就知道 喔對 他姿佑班有 有嗎他有規定嗎 有啊 是喔 什麼學者幾分以上 我以為大家都可以去考 對 他還要看你 你忘記了我沒有看 我忘了 就是基本要看這個才能讀考 反正我也進去亂考 也沒有亂考 就 就寫這樣 對啊 因為他聽說讀寫都要 考 聽力 然後說是對著 英文老師說 我就對我們班導講 我真的是看著他的臉 然後這樣講 欸好像不是欸 是另外一班人 班的班導 欸是嗎 我是跟誰講啊 我忘了啦 算了算了 反正對說 然後讀 閱讀 然後寫 要寫小作文 就是寫英文的作文 這樣子 然後就考 然後就莫名其妙就考上了 媽媽英才教育 也沒有 你那時候覺得我會考上嗎 那時候 欸不知道欸 只覺得反正 基本的 他基本條件 你有到就可以去試看看 我只是不知道進去怎麼 還要考那麼久 考一整天 考超久 考超多 我翻屎了 因為我 我不想考 考完好像到中午 一整天 到中午幾點 沒有幾點他先看你第一天 對他先公布第一階段有沒有過 過了以後我們再回去 而且 重點是第一階段是 那個教育部的語文天分測試 結果我第一名 我滿分 聽說很少的滿分 而且是教育部的 就是 應該是台北市教育 還是 欸還是國家的啊 是哪個啊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國家的那個 資優培訓什麼的 的那個考試 就語文天分的那種考試 然後我就拿滿分 然後 我就直接進第二階段 就聽說讀寫 聽說讀寫 考一考 然後就莫名其妙就進去了 這樣 因為第一階段刷掉很多人 第一階段我記得有七十幾個人 但是只進了十一個人 對 就是你要過那個天分 你天分要夠 你才能進聽說讀寫階段 對 那只進了十一個人 媽媽抱著四肢的心丟你去的 是嗎 對啊 因為你可能說你 他看你學生 他基本上就是 你學生要幾分 然後 然後看你學生要幾分 跟什麼的基本的 我想說說到 我再去看看 然後那時候我性子很差 我是 我是邊 那時候數學 但我怎麼可能考數學 我才不要 我連國中都 都不 不要去數 因為國中我可以進數理自由班 然後 媽媽直接幫我拒絕了 很懂我 也是 我真的不能進去 進去我應該會瘋掉 因為是離主嗎 沒有我是文主 完完全全的文主 是 哈囉 柏虹 滿好笑的 好好笑 因為你沒放在心臟 放鬆心情去考 也是 我真的是隨便考 我真的是 對 謝謝酷酷貓 說謝謝上的硬掰芒花 哈囉熊熊 又是那個99集的公公 沒錯 就是他 笑容公送的掌聲鼓勵 哈囉 REX 我那時候真的心情很差 因為那時候原本要去那個 那叫什麼 那個花崗 報到 我都考上了 同一天報到 然後那天反正就去了公立高中報到 所以我就很難過 我真的是哭的 邊哭邊排隊 哈囉Rever 你進去應該更多老師有可能 可是一直逼我說 你已經算數學這樣 但我又算不懂 直接說不足 我也覺得 小時候怎麼厲害 真的有一個 我是真的哭著跟 跟校長還在問我怎麼了 校長是真的問我怎麼了 我說 欸是 然後幾 幾句 跟你現在會有差多少 我覺得肯定差很多 吧 因為至少 術科方面一定會比較強 但學科方面可能就還好 可是我覺得 就是 也還好沒有說 影響多大 因為好就是 可能就是 如果讀 藝校的話就是 術科方面比較強 但是因為現在的話就是 學另外一項 專業吧 也挺好的 妳是不是嫌棄我 有可能喔 校長可能就這樣覺得喔 就不會有頭髮骨折耶 可能 對應該不會出現那種 頭髮骨折的眼睛 對 沒事 反正我現在 我現在 也還行啊 反正就在另一個專業這樣 也蠻好的 這樣就有兩個專業 對 蠻好的 我把骨折的 我把骨折的 這叫做 不懂事 好嗎 不懂事 然後 然後 演了個頭髮骨折 怎麼不是台藝大 就是 我沒有去考 對吧 我知道 因為那時候台藝大看數學 就那麼簡單 他看數學 所以我連考都沒有考 好 去學歌手語 手語學過啦 可是我學的是表演型的 跟真正的手語不太一樣 謝謝中央喵喵送我的 NNSD 頭髮骨折什麼的 上Youtube查 欸 這樣會有嗎 差什麼 差什麼會有啊 林奕雲 演技 好像這樣就有了 查查看 就有了 表演型手語也很強 表演型手語 表演型手語 網路上也有 看 就可以去看看 對 表演型手語就是 比較大 但是其實也很快 就是 其實學起來也蠻難的 對 但是跟一般溝通型手語不一樣 不是會看到古早的影片 對啊 沒關係啊 古早的影片 就都放在那了 你們要看就看吧 我直接放棄掙扎 有點久遠 你可以看到 十 十幾歲啊 十六歲嗎 的林奕雲 還是十幾歲 我也不知道欸 忘記了幾歲 你的手機 媽咪 手機 什麼 思雅在回顧TP的MV 說之前玉米歌現在有差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是真的有差 說起來也沒真的很 我看看 啊 你們 等一下再查吧 沒事 我現在就查 我現在來看看 我現在就來看看 傳LINE跟媽媽說她手機搶 這樣哪看得到啊 這樣哪看得到 哈囉暗紅 這樣哪看得到 我按好怎麼搶 對沒錯 現在就搶 資料 好黑喔 好醜喔 我們 好醜喔 我沒有很想點進去欸怎麼辦 我後悔了 我後悔了 那時候好像 好像 胖一點 那時候比現在胖 幾公斤啊 8公斤喔 嗯 8公斤 LUB修行 欸那個比LUB修行還要早 那個比LUB修行還要早 突然一看發現好像不行 但我突然看到那個風 好像沒有很想點進去 也不用這樣寫聽自己 差很多喔 這首歌有200% 對 這首歌 就是 那叫什麼 樂童音樂家的歌 很好聽 好黑喔 對 向前走 我沒有向前走 向前走我沒有拍 向前走沒有我 我那時候 呃 在忙 我那時候說 我沒辦法參加向前走 那時候有其他事情 所以沒辦法參加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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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骨折 欸真的很醜 欸真的很醜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對 但真的 有點醜 就是了 好 好 向前走 昱昱轉頭就走 所以 沒有 我連到都沒到 昱昱沒有要向前走 對 向前走沒有我啦 說實話 對 為什麼走 最近一直在宣傳 頭髮骨折 有嗎 有人現在在看了嗎 向前走沒有我啊 好了我看一下 看一下好了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欸 這是吃那個 怎麼沒有 頭髮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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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還在看完 看完 怎麼這麼多看完了 那時候企劃 那時候就是 滿 滿有趣的 企劃很多 為什麼找不到啊 頭髮骨折 骨折 骨折 好了 好懷念,是有含黃蓮粉 我直接看到黃蓮粉 好像沒有前面 是嗎 我那時候17歲 喔我看到 好胖喔 好了,沒有我看完了 我看完了 太胖了吧 有前面 太胖了 變青色,蠻青色的 但那時候就是 胖胖的 我怎麼會選擇頭髮 骨折這個事情 好 都看答案也看了 好 好 看完順便留言 那是什麼苦苦,那個是黃蓮粉 但其實沒有很苦 我那時候吃完 就是覺得 其實沒有很苦 那時候真的沒有 我真的有變白,就是真的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昨天那個 大家 的那個 留言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這是什麼 雲林虎尾 木樹牙卷 我上上看 那個留言,結果看木樹牙卷 這是什麼 波特貝勒 波特貝勒菇 喔好酷喔 喔我要看留言了 還沒 這要留什麼 留 去留 現在 我來看看 我的 麥當勞 麥當勞頭 整又滑到食物 我跟你講我的那個搜尋裡面 都是食物 我真的隨便一點都是食物 我來看看喔 有 一元QQ蛋 這在哪?這在高雄 還有什麼 黑糖奶酪 7-11的新品 跟珍珠 珍珠丹 伊雷特跟珍珠丹聯名的 黑糖奶酪 感覺很好吃耶 留言只看喔 沒有我現在在看那個 雪物 正心機神套餐 台南 二鬼面鋪 台中 五里 人氣 韓式 料人 喔 存起來 我都會存一堆 存一堆 事物 喔對 現在泡芙出了鐵冠音 泡芙 好想吃喔 這什麼歌 好久以前 搜尋太多 誰都吃不多 有可能 我真的很喜歡吃 就是很喜歡看搜尋 找吃的 哈囉 哈囉 節目師 謝謝節目師的分享 哈囉 Steven 好啦我要看 我要去看那個 阿這是什麼 馬骨 OK 馬來 太遠了 太遠了 雖然說那個 又來了來了 我看看 我覺得都差不多 就是 北極星的 這個瀏海是麥當勞 站住人嗎 超好笑 我剛剛 我不是有留言嗎 我說包包頭一起來啦 我原本 我原本想說 因為我在思考 我想說 今天要吃什麼好呢 啊 吃麥當勞好了 因為我的瀏海 這樣子 我原本也要留 這之類的留言 但發現 太難表達了 搞不好大家不會懂我的梗 然後就算了 走安全路線 不然這個 這瀏海真的是 蠻好笑的 一雲一雲 欸 這個蠻好笑的 這個蠻好笑的 一雲一雲一雲 欸很酷欸 很酷 一雲好看 包包頭一雲也是很可愛 耶 一雲一雲一雲的眼神 一雲的眼神就是 今天要吃什麼 那個N字瀏海是這樣 這個我真的 不是 我也 意外意外 可能太晚了 那時候已經 準備要收工了 然後瀏海也差不多壞光了 這樣子 安全第一 沒錯 包包頭一雲 鹽 鹽是什麼意思 就是 新造型 沒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雖然 瀏海是N字的 但 還是 挺自然的吧 我走的是一個 自然風路線 沒錯 哈囉 Steven 流眼睛 不是 什麼意思 對 反正就是 自然路線 我今天走的是 這次走的是 自然路線 連瀏海都很自然的路線 對的 我看還有什麼 對啊為什麼我會 莫名其妙的 變成 變成那個 就是我的食物 明明就查台北 結果都會 莫名其妙要跑出 台中台南高雄的 食物 可以看到包包頭真身 再來兩天 欸對耶 禮拜五中午十二點 對吧 我在上課 喔沒有 中午十二點我下課了 但是晚上還有課 我在學校看 我在學校看 最後一趴自然的瀏海 最後一趴自然的瀏海 台北快被我吃完了 有可能 就想說 台北好像沒有什麼好吃的了 就是 特別想吃的我都去吃了 然後就跑出一些很遠的地方 但很遠的地方我都吃不到 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去高雄了 欸 之前校長是去台南 所以真的好幾年沒有去高雄 那時候星期六表演很精彩嗎 是嗎 苗栗的表演 是嗎 嗯 嗯 Lisa的money 有 有動這個腦筋過 有動這個腦筋 有想過 但是最近開學比較忙 可能 之後我研究一下 台南 台南有吃到丹丹漢堡 的表演 2 3 7 6 表演很好看 很精彩 苗栗 的表演 很開心 第一次的 跟 跟AKB一起的三眼活動 一直cue 狂cue 上次跟亞萱也是去台南玩 沒有啊 然後上次跟亞萱 去哪裡玩 沒有沒有去台南 去台中 那時候去台中 我沒拍照片 對我還沒拍照片 那時候去台中 從台中殺 喔 台中殺到苗栗 那有在苗栗吃好吃的嗎 只記得司機大哥請 喔對 司機大哥請我們吃牛奶棒 單單是高雄的東西 可是台南也有啊 台南也有啊 照片有放幾張 對我好像 我還有庫存 我沒有全部放出來 就在我們認知裡 單單就是 下南部要吃的 東西 所以就吃到了 對南部的 對啊 就是台南也有 用命啊 欸我都賣湯餅 要吃嗎 好吃的湯餅欸 蠻好吃的 還有雞蛋燒 那我把 蠻好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對 我到苗栗沒待很久晚 喔 所以只看了彩排是嗎 很辛苦的 把他殺回去工作 很辛苦 辛苦了 不過佐水系的單 沒錯 蘿蔔盆 對 他整個 回高雄都要吃 喔所以嘉義就沒了 所以真的只到台南 怎麼樣很好吃對不對 蠻酷的 對啊我覺得蠻好吃的 對 對 對他有放南瓜 剛剛再有那個雞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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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還要上課 我好 很懷念那種 學生時光 雖然現在也是學生 但是從 從早到晚 坐在教室裡面 超幸福的 就是你只要一大早 然後坐在那邊 你就可以開始 不是 我差點要講 開始睡覺 嗯 你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可以不動了 現在就是要送來救救你喔 欸他很好吃耶 你去微博 很好吃耶 雞蛋糕啊 隨便 看什麼包包 你看他都看弟弟功課 從來沒有看過我的功課 小時候就是 你只要幫我簽點落本就好了 有時候還沒簽耶 真的嗎 對啊 你常常握自己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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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預測說你要睡 你要睡覺 我的功課很好 不需要看 沒有 這叫做 那個 自立自強的結果 是吧 自立自強的結果 是吧 對 對 對 從 對啊 對 我都不用上課 然後就問你 寫完之後 他說 阿丁正的 都會了 要簽名的 你哪有問過我 有啦 我簽名的時候問你啦 有嗎 有 就是不用一張張 除非那張考驗是要來簽名的 我只是都會問說阿丁正的嗎 好 我就簽名 就這樣子阿 我也不用一提一提看 從來沒看過我考卷的題目 因為我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可怕的成績 我以前那種什麼小學的時候 我以前什麼數學考94分 我就超難過的耶 因為我要考100分 我想說我小時候真的是 很可怕耶 怎麼可以 那麼 聰明阿 也不是說聰明 怎麼可以 那種什麼 號稱 自 呃 自律 我以前超自律的 我自己就超難過 我印象深刻 因為我94分就是成績最低 我那時候不知道是哪一個多元還是什麼 然後斷考考94分 那我就超難過 因為通常老師定陣都會拿我的考卷 但是考94分 但是老師沒有拿我的考卷 然後我就覺得超難過 我就想說 怎麼可以 我應該有幾個 我記得到現在 我那時候真的超難過 我直接記到 現在 十年後耶 我還記得 真的 高中49分也都沒感覺 高中什麼49 都考10分20分了 好好笑 歷學9分 沒有上大學就是拜託60 要過要過 然後啊怎麼辦 40幾分 然後開始算 開始算那個 我這學期要倒幾次才不會被擋 這樣 我那時候真的超印象深刻 長大一點就被 吵架 但是 功課還是 有 有顧啦 功課還是有 有顧一下 對 就是大考什麼 都會是好的 但是 中間就算了 這樣 哈囉 修哲 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 對 反正這大考會好 但是中間就 放棄 不是啊 中間如果 小考也要看成績 那真的很累耶 欸 真的很累耶 我都沒有在 看書的 三角還數 三角還數 Fx嗎 那是三角還數嗎 Fx等於 全忘了 大學正 真的大學就是以畢業為目標 已經 算學分了 開始算學分 大學小考 對啊 大學就沒差 算口算 算口算跟 怎麼唸啊 天 哥 但是寒數而已 所以算口 算口算什麼 Tango嗎 還是什麼 Tan Tan 是三角還數 是吧 太難了 大家 太難了 Tangent Tangent 對 沒辦法 我真的 我的數學程度 大概就是 國中程度 我高中的數學已經 放棄了 Tango 跳Tango了 Money 液獎忘記了 液云真的忘記了 液云真的忘記了 液云的 素學 太難了 素學 不要不要不要 先 喬 好啦 對 段考都考各位書半學期都成績都高 喔真的假的 那麼厲害 欸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學測的模擬考 數學我都考二級分三級分 但是我真正的學測我考了六級分 超可怕的 我就想說 其實我學測我就是 瞎蒜 因為總不能 如果全部都放棄的話 就會 結果竟然被我考到六級分 一時以來最高分 就在學測那天 高中現在也是學分子 對啊 我那時候就是學分子 我那時候高中也是學分子 然後剛剛好120就畢業了 那這裡比較簡單嗎 我不知道欸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考了六幾分 然後我們就是 那個老師也嚇到 就說你這樣考了六幾分 我說對啊 我竟然有後標 那怕說連底標都勾不到邊那種 比底標還在底的那種 結果我竟然考了後標 超可怕的 我真的是瞎算 我是瞎算算到 那種不是 考完不是會對答案嗎 就考完會對答案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寫了什麼答案 所以我完全對數學一點印象都沒有 結果成績再說完我六幾 我就嚇到 原來世界還沒有回憶 世界總會出現一點奇蹟的 就跟我的社會科一樣 因為我社會是頂標 然後我的社會科的老師們 也都很驚訝的看著我 我想說幹嘛 我平常考的很爛 不代表成績很爛好不好 他就說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早點開始讀 然後我就說 就不想讀啊 我真的不想讀 然後他們就說 你真的是 你就該讀書的 然後我就說 不要我做不到我不想讀書 哈哈哈哈 確定的數學特別 喔真的假的 膝蓋痛公子 膝蓋痛公子 蝦蒜 蒜蝦聽起來很好吃 蝦蒜 我今天下午去了 大稻埕 對 功課需要 然後 去了個 大稻埕 跟我一樣討厭讀 就是 我要讀書的時候 會很認真 反正我那時候考學測的時候 其實說認真也蠻認真的 興趣都在跳舞表演上面 沒錯 比如說我學測那一整個月 我學測只讀了一個月 然後那一整個月就是 就是早上 10點讀到晚上 10點 也還好12個小時 因為我沒辦法犧牲我睡眠時間去讀書 這樣會壞掉 所以我就早上10點 讀到晚上10點 然後就坐在那邊 就是 扣掉晚餐一個小時 午餐 一個小時 這樣 大概10個小時吧 每天10小時一個月 然後就 靠了 學測 這樣 看我是做得住的那種 其他科目都考幾次 好問題 我忘了 我想一下社會是頂標 然後其他都 我想一下 錢 欸 13喔 好了 國文13 8 英文也是 12還是 英文我考爛 英文我真的考爛 超爛 因為我模擬考都考14級 什麼的 然後結果正下來我就考了12、13 我忘記多少了 反正就很爛 爛到我完全不想去記得它 好 真的太爛了 不管要斷考還是要幹嘛 我 其他都可以到12到14 對啊 炸膝蓋 什麼炸膝蓋 好 吃早點的時候就讀書 沒有我吃早點的時候不讀書 沒有我吃早點的時候不讀書 加入了明晚應該要滾 可 膝蓋被 被說加入膝蓋幫就不會痛了 好好笑 很多好吃的 欸對我今天中午就是吃那個啊 豬腳麵線 我今天中午就是去吃豬腳麵線 但沒有去永樂市場 樓上有一個那個設計師 中心 反正就是 什麼 時尚中心 對就在那邊 永樂市場樓上 自然沒 我沒有看自然耶 我自然 喔我有考自然耶 對喔我有考耶 可是沒有 因為我 我可以不考自然 就是考自然的話還要再多繳錢 對 我本來沒有要考 但是 因為我某一次模擬考 我考了好像八幾分 反正就考得比 二類 自然組還要高 然後想說 欸我是不是該考一下 搞不好我另外一個出路 這樣子 然後我就 就考了一下 但我忘記我自然組 自然我是真的一點頭緒都沒有 就是 我考幾集 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我已經全忘了 沒有往迪化街那邊走 有的市場就在迪化街裡面啊 有的市場在迪化街啊 就是 迪化街那一條到 就是大道成商圈那一整條 我今天都在那邊走 我今天真的都在那邊走 走到我覺得我腳快壞掉了 沒讀到書都二十六了 對我也在想 我就是 因為我最近 反正就是 最近 從 今年開始 就不學開始 其實蠻認真的在讀書的喔 真的喔 真的我蠻認真的在讀書的喔 這屆辯士 我們這屆 對 我們這屆就是可以選 可以選你要 比如說社會組 你就可以不考自然 自然你就可以不考社會 這樣子 當時還要考五科 我幾年了 我是 我是 08 108 所以是 19年 19年的考試 的樣子 還是 19年 408 你看一下喔 08 1911 對啊 2019年 入學 大學 所以 所以就是 2019年的考試 沒錯 是2019年的考試 是 也變你同學 一定會變我同學 因為我還有幾個沒有學到 但就是 當然是要先賺學分為主 對 因為我代義還沒修完 我還有一些課 還沒選 因為我上次 沒有 選不到課 對 課人 所以就沒有選到 所以一定 一定 一定 一定會變成 同學 這樣子 今天 喔 真的 講 喔 真的講 就是一件難一件不難啊 哈囉 李珍 現在壞贈送的 popcat 所以現在是大二手 對啊 現在是大二手 對啊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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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不知道它那麼好棒啊 我以前都覺得很無聊 但最近就覺得好好棒 裡面看起來有好多好吃的 而且他們因為都是傳統的 所以就有很多台菜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好吃啊 感覺超好吃的 因為至少不會留情 我現在就是希望把學分都賺夠這樣子 就是不要太混 就是不要重修這樣 對希望不要不要不要有重修的科目 我上次班牌好像 反正就是中間這樣 還行還行 因為我的科學分數太差 沒辦法科學是理科的 我真的是看不懂 但我盡力了 我期末考 我期末成績63 我盡力了 那個科學的部分 重點還是吃 欸看起來真的超好吃的欸 你們知道車輪餅在哪嗎 永樂市場那邊的車輪餅 我找不到欸 可是它今天沒出來 我真的找不到車輪餅在哪 夏陽光上的楓葉 為什麼要休學 因為去年比較忙 沒辦法去上課 對 真的是沒辦法上課 它好像不定幾次 喔真的假的 我都沒看到它 好難過喔 好想吃喔 好想吃喔 永樂市場的車輪餅 就是畢修不給過 是喔 我高中就是很和平的 就很快的就過了 這樣子 我高中蠻順利的 唯一就是 高一暑假 重修了個速學 對 然後把速學 上下學都修完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重修過了 因為普通班的選修課很少 但是只有班都是選修課 只有班選修課超滿 所以我們選修學分超高 就 就是他們 普通班還要去湊那個選修分數 就是什麼都要過這樣 但是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選修分數 是爆出來的那種 所以就 很不用籌選修分數 我們只要把必修分數搞定就好了 一路掉車尾 喔真的假的 可是有過就有畢業就好啦 真的 大學有畢業就好了 現在知道 就是大學有多難了 哈囉阿華 企鵝 這碗你要吃真酒 因為就是吃一吃就會想繼續吃 但是吃一兩口又飽了 所以我現在又要把它關起來 好在畢業前也有幹完 幹完 又畢業了 什麼 因為班上唱歌前幾名的 我被同學強制推薦 明天要同樂會 因為班上前幾名的 我被 選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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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的話 我一定選大藝術家 我真的真的毫無猶豫 我就是選大藝術家 你要唱慢歌是不是 冷掉不就 對它已經冷掉了 我剛剛吃白蘿蔔 已經冷掉了 一秒一秒約好 一秒一秒約好 現在就出來45秒 這樣會不會太短 還是你要唱45秒就好 明天來不及聽完整版 這MV出來再停 我們15號中午12點就會出來了 還要跳一雲的站位 看不到吧 一雲的站位在哪 看不到 差不多副歌都跳一樣的 行 還行 副歌都一樣 哈囉 陳恩 Yamaru 然後我今天去 那叫什麼 大道車 然後去買的 你知道那邊有一家 有名的日本和菓子店 叫什麼 滋養治國 我就買了 但我還沒吃 我買了銅鑼燒跟羊羹 還有 巧克力燒饅頭 我買了這些東西 好像可以來試試看巧克力燒饅頭 我去拿過來 好的 ! 巧克力燒饅頭 長這樣子 滋養治郭 滋養好老牌 對啊 我終於 我已經看他看很久了 終於吃到了 但從沒買過 對啊 來吃吃看好了 很好奇 是什麼 滋味 欸 很快 欸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以為是裡面包巧克力 結果他從外面就是巧克力 給你們看一下 欸有點緊 給你們看 他是這種 然後外面是那種 巧克力粉 就是 巧克力粉 而且是 苦的那種味道 苦的可可味 可是他是賣那種 就像銅鑼燒啊 然後 這種饅頭 麻雞 就大補大補 然後 那種 糯米殼加紅豆鮮 那種 我不知道那種 然後 羊羹那種 我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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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去買這一顆 因為我只買一顆 然後我要吃吃看好了 不好吃就算了 這樣 它裡面是什麼啊 我看一下 它裡面是 雞蛋奶油 白什麼豆 可可高砂糖麵粉 應該是白 我不知道這 是什麼 白鳳豆 鳳豆 鳳豆 天啊 嗯 嗯 裡面就是那種 什麼豆 磨成粉 很熟悉的味道 嗯 就那個白什麼豆 然後磨成粉 白豆沙 白豆沙 我看到了 白豆沙 磨成粉 這樣子 裡面是白豆沙 然後外面的 巧克力是 苦的那種巧克力 很香 很香耶 欸很很棒耶 我喜歡 這很好吃的耶 嗯 很棒耶 滋養自果的 巧克力 饅頭 很OK 超棒的 好吃 裡面是白豆沙 然後外面的巧克力是真的香 是真的香 是 苦甜苦甜的 所以不會太甜 就完全不甜 也不膩 這樣子 很棒 然後 其實不會很乾 因為像我剛剛沒有配水 就OK 就吃下去了 但如果配茶的話 應該也是滿配的 但其實 它的 口感不會很乾 就是你不配水 也完全OK 這樣子 很好吃耶 難怪是老牌 超棒 但它現在只能刷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只能刷卡 它現在只能刷卡付錢 就沒辦法付錢金 然後我今天買了 三個銅鑼燒 一個饅頭 然後一個 兩根這樣 240 偏貴 但還行 反正就老牌 就試試看 這樣子 哈囉 哈劉 對 偏貴但還行 很快 很快 我好飽 吃完那個好飽 我沒有吃完 我吃了兩口 但還是好飽 這真的很好吃耶 但一份是128大卡 蠻多的 但 還行 偶爾試一下 其實還行 要洗澡 好的 JES 掰掰 哈囉 四紅 看它的禮盒感 對它的禮盒 可是它的禮盒其實跟 它的單賣的價錢是一樣的 所以它散裝的價錢是一樣的 所以禮盒沒有比較便宜 散裝沒有比較貴 就是差不多 感覺冰 喔我的 我剛剛的是冰起來吃的 欸 搞不好現在冰起來吃誰才那麼特別 我剛剛有先冰一下 就是冰一段時間 然後大概冰 看一下 兩個多小時 對 我有冰 先冰兩個多小時 蠻好吃的冰冰的 自己挑應該 對啊我就是自己挑 因為 有些禮盒就是 可能沒有特別想吃什麼 那 然後 所以就 我就自己挑了 欸那我來幫你們吃吃看 我現在看到了很酷的羊羹 我 back to the 我開始了我的 吃波 這個 烏龍茶羊羹 羊羹 自己想吃 吃一口 我來看看 很酷耶 烏龍茶羊羹 烏龍 羊羹的日文是什麼 感覺聞起來就是 很淡很淡的茶味 沒有到很濃 但聞起來很淡 試試看 喔 嗯 嗯 嗯 喔 好酷喔 喔 等一下 我決定了 它下面是糖 這邊是一粒一粒的糖 你可以吃到 碎碎碎的那種糖 茶味很厲害嗎 有茶味 但其實我說實話沒有到很濃 但是 就是 不膩 也沒有到很甜 就是有淡淡的茶味 對 然後下面的 糖是吃得到的糖 有吃到第三口 有甜了 但是我覺得比一般的紅豆羊羹還要好吃耶 就是比較不甜一點 跟一般市面上 跟一般市面上賣的羊羹比起來 是真的有比較不甜一點 很酷的味道 烏龍茶 微微的烏龍茶 對 但是 幼 幼 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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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茶味比較不膩 對 因為紅豆那個吃一口就沒辦法 紅豆的吃一口就已經膩到快上天了 但是這個茶味就綜合掉那個 稍微綜合那個甜味 然後比較不膩 不甜 但其實也是蠻甜 因為羊羹嘛 羊羹都 蠻甜的 對 就是這樣 好的 今天為大家試吃了 滋養日果的饅頭 以及羊羹 饅頭推 巧克力饅頭 很好吃耶 羊羹就看 因為我不是螞蟻人 我真的 我不是 我不是個螞蟻人 所以對我來說會有點太甜 大概吃第三口會開始很甜 對 但前面還好 前面還行 但對 吃到第三口就會開始慢慢變甜 這樣 所以還是吃真的 我今天還吃了個韓國雞蛋燒 在星光樓上有一個韓國展 對 那邊買了雞蛋燒以及糖餅 那邊的糖餅很好吃 比夜市賣的還要好吃很多 那邊的糖餅 我覺得可以去買買看 因為夜市真的很多很可怕的糖餅 就是又油 然後 黑糖味又怪什麼的 就不太行 但是 嗯 星光樓在樓上韓國粥那個 賣的是真的好吃 然後是真的韓國人在做這樣 很好吃 有點心動 下次買一次 可以去吃吃看 那個饅頭很棒 那個饅頭真的很棒 我也希望錄完美食節目 可是我覺得 錄完美食節目 可能就先胖個10公斤再說了 哈囉 一開 哈囉 好的 我先練個拍行榜 拍行榜 第10名是金米粥 第9名是安 第8名是阿米 第7名是花生神魔術 第6名是千拉甘霖 第5名是柔君 第4名是博城 第3名是志宏 第2名是張妙妙 第1名是豬金當 謝謝你們 等等 那個是他們吃不胖 好棒 先下開唱的蜂蜜葉 好的大家 禮拜五有 15號12點mv上線 期待期待 好的大家 掰掰 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真是太明明 掰掰 期待葉佩好咧 生血有了 我有先放個限動了 葉佩好再 我再 製個圖一下 highest 楊 Scheö facil 紅玫瑰 現在我康尾 月灰圖 有點像 過於可怕 過於可怕的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有點太萬聖節了 所以我要把它變得比較溫柔一點 再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都上的紅玫瑰 桶花哥在角落 因為裡面在拍照 我沒有跟布景拍到照 我非常難過 我只能在外面拍照而已 好的大家 掰掰 我只能在外面拍 掰掰 開心 開心 開心怎麼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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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見 また来週 這是我這禮拜的日文課 上課內容 對 現學現慢 大家掰掰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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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